南岛羽族 继54万余人 在南岛羽系的文化繁衍上 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为了延续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 促进原住民族整体的发展 在1996年成立了原住民族委员会 从此 台湾在推动原住民族相关事务的工作上 迈向了一个新的立行碑 台湾正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 在部落里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园尼会补助部落的宗教组织 社会福利团体 以族人照顾族人的原则 针对偏远地区 福利资源缺乏的部落 设置部落老人日间关怀站 提供全面的老人照顾服务 行期一到五 工作人员会开车接送路程较远的老人家 在量完血压及体温后 还有乐林学习课程 就是认识我们太阳祖的整个的部落 在这里老人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针对无法到关怀站参加活动的老人 工作人员也会外出访试 让关怀深入到部落的每一个角落 因应部落公共托育体系的不足 园民会不仅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托育平台 同时也提供了族人的就业机会 在年轻人外出工作时 可以安心地把家中的幼儿 就近送到部落托育班 这里提供了便利的托育照顾服务 让小朋友在母语学习的环境下快乐成长 自102年1月起 配合诱托整合政策 部落的托育照顾也有了另一全新风貌 为了保障部落妇女的基本权益 我们成立了原住民族家庭 及妇女服务中心 家妇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部落里的族人 经常举办各类型的宣导及办理妇女成长团体 提升原住民族妇女的自我意识 无论是生活上 经济上 教育上 几乎任何问题 家妇中心都能提供服务及咨询 协助原住民族妇女了解自身的权益 为了维护族人就医权益及保障老人基本经济生活 原民会提供55至64岁老人 每月3500元的原住民起付 健保保险费及就医交通费的补助 此外 辅助部落在地组织 整合资源 营造更安全的部落环境 减少事故伤害的发生 让部落朝着安全健康的模式来发展 零八零零零六六九九五 就业服务专线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打人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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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零零零六六九九五 是原住民就业服务专线 您好 多年来 原民会雇佣原住民就业服务专员 整合就业资源 提供原住民族地区 及都会区族人就业媒合 个案咨询 及陪同求职等服务 令原民会设有原JOB 求职求财网站 公民众及厂商 线上媒合服务 这些年来 已经大幅降低了原住民族的失业率 另外 原民会与国内大专院校共同成立了原住民族创业旅程中心 提供相关技术及咨询服务 协助有志创业的族人实现梦想 为了提升原住民族工艺类文创产业的经营价值 凝聚部落的创作能量 原民会透过设计竞赛及认证制度 并结合业者 顾问及展交场地 全面开拓原住民族 文创产业的市场 提高族人文创产品的能见度 同时 开办低利贷款 协助原住民族 经营业的经营方案 从议程 培训 行销 到贷款 原民会 替族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